今天我们讲一下华谊电力ZGC-10A变压器直流电路车式仪的使用方法 本款变压器直流电路车式仪不仅适用于变压器、护感器、电缸器等感性视频的测量 也适用于铜牌导线、开关触点等主性视频的测量 本财民测量速度快、准确率高 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所带的附件 这个是我们带的附件 有两套夹子 这个是一个充电器 因为我这里面有电池、充电器 这个是打印纸 这个是一个标准电阻 15.985毫无的一个标准电阻 然后面板看一下 面板的话这边是一个接地柱 下面是一个充电插孔 这边是一个电源开关 这边是4个电压和电流的一个输入端子 下面我们开机 我看一下我们这个界面 我们这个界面的话这是一个主界面 然后下面有12345个一个按钮 可以通过下面的这个尸体按钮进行控制 我们今天来试一个我们的工装 一个电阻工装 我们这个里面是一个电阻 是一个100毫的一个电阻 然后我们看一下接线 首先是电流线两根红色的 两根黄色是电压 然后我们把这边接好之后 把下端的夹子夹起来 这两个是电流 这两个是电压 接完线之后 接完线之后我们可以测量 这个F3对应于电流 我们可以选择测量电流 5安 10安 这是自动 5毫安 100毫安 300毫安 1安 我们就选择1安 射完电流之后 点击测量 test 然后正在充电 状态是正在充电 我们等一下 他把那个阻值可以出来 稍微等一下 好 结果出来的是100.1毫 跟我们那个电阻是完全一样的 测量完之后 我们可以点击打印 对当前测量值进行打印 这里已经打印出来了 测量完之后 我们可以点复位 可以点保存 好 然后可以点复位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在查看里面 去找到我们这个测量的结果 然后再点打印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设备的测量 就 讲完了 好